在水泥庫最近以橫行隔壺 昨天有一棵大升 例如3323中國建材 而昨天聲勢非常靈異 今天看到有一條大概250千元平均線 有一個很大的阻力 我看到有幾個水泥庫 即是大家有三大水泥庫 113、914等類型的股票 都看到他們的走勢雖然不錯 不過一條250千元平均線 沽壓都頗大 因為跌下來的時候 說回3323 跌下來的時候 都未試過升穿一條大概250千元平均線 所以這個板塊相對來說 是比較落後一點 還有炒軸的空間 我覺得暫時來說 都不會太大 現在暫時都去到一個頂的位置 除非打穿250千元平均線 大概是7.6才會繼續上升 否則仍然都有下跌的空間 不如大家等一下 看看有沒有機會 兩會打穿大概7.6這些位置 你才去追入 因為剛剛的恆新指數 大家都知道 它一早已經升穿250千元平均線 現在是反而向下走 但是你看到一些基建股 其實都相對來說 比較落後一點 我看回其實 大家如果想買一些比較落後一點的股份 真的可以考慮一下 三大的水泥股 不過它要升穿250千元平均線 你才去追入 都未止 不要欠了幾元 因為昨天看到有點突破 看看今天會不會升穿 升穿你才去追入 其實水泥股我相信 如果買入最直博 反而是中國電廠 它的息率也比較高一點 但如果你要博息率的話 你不如想想想 那些三百六 這類人的收息股 它起碼去到十厘 那你收息就 第一方面 就是兩方面看 大家如果想玩收息 又想穩佈上揚 不如你看九四一 或者是三百六 中石化 它息率又高 它的股價又夠穩定 那你反而三三二擔 是真的博 這一輪水泥股 因為它始終是周期盛 那你說博這些股份 始終都是靠它的股價提升 令到你的收益是增加的 反而大家都有不同的目標 那不是說 我就想買中國建材 又想收息 又想股票又想大升 沒有這樣的機會 所以大家都要知道自己的目標 以及你打算收息 還是股票的股價上升 Ethnet 專業版 HV2 股票報價系統 幫你動息大局 捕捉投資先機 即刻申請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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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